大家早晨 今天是曬月十六 星期三 逢星期三我都要去交易廣場TVB做節目 一樣找回比較靜點的地方 和大家做個早市的分析 先看看昨天的市 連升三日 而且升勢仍然都很涼麗 昨天早市行指先是輕輕是高開四十六點 去到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五點 之後有少少拉脚曾經在低見一萬七千五百五十二點 但是買款開始逐步逐步湧現 結果那時就一直推升到一萬八千三百五十六點至止步 這分鐘相對星期一來說 指數是升了七百三十七點 高台之後就有少少拉脚 行指最後收一萬八千三百四十三點 是大升了七百二十三點 成交金額有二千零五十億 好了 十一月份去到月中 暫時來說形態當中是有先低後高 指數是由一號的低位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九 升到去昨天的高位一萬八千三百五十六 整個市在今個月兩個星期左右 已經是升了三千四百九十七點 這個升幅是相當亮麗的 好了 大家記得嗎 上個禮拜五的指數最後升了一千二百四十四點 同時就遺漏了一個比較大型的上升列口 是介乎一萬六千一百三十八到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點 有六百九十一點列口 大家記住 待會我會有些分析 到星期一 十四日 仍然有一個上升列口 是介乎一萬七千三百六十八到一萬七千五百一十八點 是有一百五十點的上升列口的 好了 我們再看看 上個禮拜五全日是升了一千二百四十四點 星期一是升了二百六十八點 到昨天升了七百二十三點 即是由星期五 星期一到昨天來講 這二千二百三十五點的升幅 中間是有兩個上升列口 扣上這兩個上升列口 其實實質的升幅是一千三百九十四點 在一千三百九十四點的升幅裡面 居然有五千九百億的成交金額 可想而知 機構性投資者 或者應該是匯保買本的心態是很急的 等都等不及了 大家記得嗎 在上個禮拜五指數是高開一千零三十九點 再向上下 擺明就是夾倉的了 事上下 如果你早一日買的 你就買平一千點 為甚麼星期四五做任何事呢 當日還要一萬六千點 在上個禮拜四日中的指數 曾經一度低見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五點 大家記得了 到禮拜五一開出來已經高開一千點 即是說等著等著不賣不賣 星期五要賣的時間已經賣過一千點了 基金如是 回補的買本亦都如是 至於一般的三戶 這一陣子這樣升法 買不到甚麼貨 其實真的買不到甚麼貨 因為你根本上不會意識到 市會升高了一千點 在上個禮拜五 即是說很多的買本 這幾天出現的買本 我相信有不少是回補的買本 如果在兩萬點樓上做淡的回補 最多都是賺少些 但如果在萬七、萬六點以下來做淡壓 這一次損失就比較嚴重了 換句話來說 這陣子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在夾倉的主導之下 聲勢仍然都相當麗麗 由於昨天的成交今晚 又再創造反彈市的高位 在動力不失之下 市仍然是咬住高台 目標現在應該就直至一百天市 大概一萬八千八百六十二點了 至於你說大市的聲勢是怎樣形容呢 可以這樣說 由6月28號跌到10月31號 是跌了七千八百五十二點 如果反彈三分之一的是一萬七千二百十四 反彈二分之一的是一萬八千五百二十三 即是說現在一萬八千五百二十三 和一百天線一萬八千八百六十二點 亦都是暫時的上網目標的 好了 那麼早時分析我就說到這裡